各位企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嘉宏的戰解說 那麼今天這班旗我是拿黑的 那這個一開始又是下這個新小木一鍵跳的這種開局喔 最近想多嘗試嘗試這個布局喔 那右上他掛腳過來 那我拖先反手去掛他的小木好了 好那這邊的話他是飛了一個 那這邊我可以繼續走 常見的話高拆三 那拖先也是可以 那拖先他將來可以夾我 這邊拆二的話算是比較穩健的一手棋 那高拆三比較積極一點 我實際上走這個高拆三好了 他有可能會來這邊雙飛燕 欸果然說的沒錯 馬上來雙飛燕的話 那我這邊走哪呢 嗯靠哪邊應該都可以啦 我實際上靠這邊好了 不然我就長 然後他拖或者是 他實際上是長一個 實際上長還是少尖一點我就擋住 那小尖嗎 小尖我就飛下 以前是尖頂的 以前就定時尖頂的 那現在 好像都是用二路飛下的 那不過這個騎型其實還是有點缺陷啊 這騎後續再貼一手其實 好像也還是有一手騎價值 所以其實我個人不是很懂他為什麼AI常常是用二路飛下 其實我真的不是特別懂 但反正 嗯應該不會 應該AI下不會有什麼 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當然我確實不是很熟就是了 對 斷他大概也是打下面 好 那左邊掛好了 這將來補一手還是蠻有價值的啊 不過現在要補感覺沒什麼意思 補他大概會往這邊拆 我其實不太確定什麼時候要補欸 糟糕了 我如果單甲的話他衝一下我退 這邊始終有一個 魚味 但是他也不太可能馬上衝斷 因為我斷他這邊 再說吧 先走左下大場先站了應該沒什麼問題 那打完 哎呦他沒有打完沾住啊 實戰是連班進去 那我就虎起來吧 虎起來 虎他打吃我虎上去 如果接的話 接他接 那我這邊好像還牽一手 可能還要再補一手 虎上去好了 他一路叫吃我再虎上來 然後他拔掉 我再頭上敲一個 這個應該也是定時走法 哎呦實戰他退一手 這手騎 那我就往這邊沾一下 哎還是我拖先啊 保留開解可能性嗎 保留開解可能性 我覺得沒什麼必要 我覺得現在接一手騎很厚很大 這邊如果被他拔掉 本身木數很大 然後我左邊這個也變薄 我覺得沒必要保留 實戰走到這的話 差不多也該是處理上面的問題 這個騎 這個騎我還真的不是很會走 這個定時 還是我還是貼一下好了 因為我就直接夾到他 還是會往這邊搞我一下 我現在一貼之後 他現在兩顆明顯就 比較薄了 我現在這邊拒後無比 他這兩顆顯然是得拆一手 否則我再 我再夾一個我覺得就比較嚴厲 當然他拖先也是 沒什麼不好啦 拖先也是一種思路 當然也是一種思路 這邊的話我始終還是 這種東西實在讓人不太想補 但是呢這個局面 這個局面我不補能下哪 是一個問題 我逼他 我逼他我就是可以的 因為我這邊拒後 我逼他下一步有一個點 當然他是有二路拖 但是 還是有搬下在吃 他好像有一個氣質的圖 嗯 不過我往這邊逼總是 給他壓力吧 看他下不下 補一手 還是怎麼樣 下一步畢竟還是有點 就算不點 靠 靠的話他可能搬下面 不過我點的話他 就是有拖二路 有一個氣質的圖 嗯 看他怎麼想了 哇這還要打入啊 他顯然是不把我這一塊 旗放在眼裡 他這一塊旗 我這塊旗他還覺得是保旗啊 我這邊可能先守住嗎 如果單走出來 他有可能漏進來 或者是再打入一個 就多點打入 多點打入那總是很討厭 走他跳我在順勢走 應該還可以 當然他也有可能會棄子 譬如說反手一飛 喔反手一飛 那讓我補一手 那他當棄子 也是有可能 喔的確也是有可能 欸他倒沒那麼下 他跳出來的圖 我應該是比較不怕的 我我剛本來準備他如果要飛 我也不一定 忙吃他 不過可能還是要 可能還是得吃喔 他剛如果飛我 我覺得我反而更棘手 實在這樣的話就大家一起跑 他下面這邊 的一些模樣反而也沒了 這個棋我應該是還好 哇這直接尖過來破壞我的眼衛喔 哇這個人 非常的 好戰喔 直接這麼來 而且手段非常直接 手段很直接 非常的肉骨喔 這地方刺掉雖然是有點眼衛 對不過應該不好 我就往外走吧 我就壓過去吧 靠當然是第一桿 靠完 走 走完就沾 還是虎 虎虎虎應該可以 虎他有刺 有刺是還好 呃要不要壓過去啊 壓過去 好嗎 嗯 壓過去 怕有斷 我就打出來 不過他應該比較怕我先被我搬吧 這怎麼下呢 這怎麼下會比較好呢 心情上還是想壓過去啊 我覺得他這個起被我悶住應該更不行 他 我覺得他是不太敢斷的 哇還是來了 對方果然是一個好戰分子 這邊跨完打之後斷我是不怕 因為可以尖過去 欸 不過暫時我氣不夠 9 8 7 6 那還是得提防一下啊 我先補一下 唉呦 那這樣子這手段會不會說 我還是有點危險啊 嗯 不過也沒辦法 既然都下了那當然是得 奮戰到底 哇 那這樣我得換掉這一手的起 的話 讓讓他這邊變比較厚了 我只好走出來 還是我剛才應該單虎一個 我壓過去好像有點激進了 沒關係 修一下一下看 他這邊先藏 我可能也要藏這個嗎 有點搬不動 搬的話他反手搬 我也悶不住他 唉 剛才好像激進了 我這手藏得到嗎 他會不會拐下來 我拐進去 這個攻殺 9 8 7 唉 搞不太清楚 先壓 先再壓好了 哇好像我好像我有點危險 好像我有點危險 斑 然後我可能 我可能現在得拐了嗎 還是再壓 8 7 6 我這塊起莫名其妙自己進去了 是搞什麼 我實在 實在 實在剛壓我就虎一個就沒事了 我這邊莫名其妙自己把自己拱進去了 實在是瘋了 不過現在也還行吧 我就中間三顆先跳 他長的時候 我再 這就快連回去了 這連一部就沒什麼問題了 而且下面這顆子也快要 也快要被我被我悶進去了 但我等一下反手一夾 他下面 可能就得往裡面鑽了 然後現在重點是在五顆 五顆他得先跑 嗯 刺一下 只有黏吧 然後往外跑嗎 飛 飛 飛我應該就也是跟著在飛吧 有沒有可能跨段呢 應該是比較不像 強硬的跨段 強硬的跨段 他隨便打 欸 9 8 7 6 好像也是有可能欸 4 3 2 啊還是先飛 好了 剛才如果強硬跨段好像也是有 有一點點可能欸 喔 不過他現在補助了 補助的話那我也順勢夾下來 他是想要強調有充斷 9 8 7 那我也順勢下來吧 先把他這個 他鑽進去我大概 不太可能近吃啦 但是就先把他包起來 再說 嗯 靠 靠我就先藏 哎呀他是不是走著走著 這邊的打路也快沒有了 那也沒關係 反正我們在下面已經有取得 不錯的這個戰果 應該還可以 9 8 哦那走著走著 其實他這兩顆也逐漸進去了 我們這 再照一下 哦不過他現在一貼這個 我就有點棘手 我如果要把他分段 我得搬 哎 那他也是 把我斷了 我好像也不太好 哦那他這樣順便連回去了 5 4 3 2 可能還是要長啊 這搬不動 搬被他斷應該不行 這下長 他就我在這邊飛了 欸 不過長他在那邊飛我都把他衝斷 3 7 6 我好像還是可以長耶 我覺得我好像還是要長耶 因為他這邊 這邊其實他如果剛剛不連飛的話 我衝斷往這邊有一些挖的東西 哦這邊挖包括右邊的一些味道 他可能不一定 不一定想那樣下 所以這樣子還是長到一手 那這樣子再飛下來 再飛下來 下一步一跳就整個度過了 所以後保上 應該OK 然後這邊長應該也是有一點先手位 這個衝斷他不行 這個場有個先手的狀況 不過也沒什麼必要 欸 這個要交換嗎 有點怕說會不會 將來被他衝斷什麼的 9 8 7 6 5 4 3 3 2 1 還是直接跳過啊 不過跳他還是有一些強硬 分段的手法 這一手騎好像不是好騎 我剛剛有點想要震 但是 看有一個尖 又不是很舒服 但是這個跳過看起來是一個壞騎 因為本身沒有度過 他還是有一些強硬分段的手法 不過至少 至少先這樣下吧 那等一下我們這邊震過去 不過他下面已經有先手一眼 這個 先把他擋住 腳上先不讓他進去 下面已經有先手一眼 所以我這邊要攻 可能也還好啦 攻 他隨便先手一眼完 這個一做 好像也攻不到東西 這邊他衝斷的 斷先手 但是衝斷我可以打下去 所以應該是還好啦 衝這個有便宜嗎 反衝一手 反衝一手 不知道有沒有便宜啊 9 8 7 6 5 5 4 3 2 反衝一手好了 看起來好像還可以 反衝完 斑還是 斑的話他下面多一個拖 斷完有一個拖 9 8 7 6 1 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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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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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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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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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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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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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再一拖 不過我好像可以擠 現在擠 現在擠應該比較好 現在可以擠 跨也不行 這樣這時候擠好像明顯比擋好 擋的話衝完一反包完一拖 那下面活得很大 下面是可以讓他活 但是就是不要活那麼大 這樣子我就失去把這邊拉回來的意義了 現在直接單拖 考驗我一下 好像還是可以內斑 斷完打吃或爬進來走完衝 我就衝這個 不過我沒有算清楚 這個也是很冒險 其實很冒險的一手氣 再貼這個我剛好衝 貼的時候我剛好衝 這樣子他應該是不行 這樣我撿到他氣了 他應該不行 這樣他 接我接 下面不活了 不過現在這邊還有一個衝的問題 現在那邊有個衝的問題 我還要斷嗎 先接再說了 的確啦 他現在下面有一衝 那就是抉擇的時候 看我是要下面還是要右邊 果然來衝了 我吃下面他右邊就把我沾死了 但他畢竟也虧了一下 但他畢竟也虧了一下 8 7 6 5 4 3 好啦 那右邊給他吃好了 其實他右邊收穫還是蠻大的 那我現在是拿到一個先手 拿到一個先手 加強一下左上 哇 哇這棋好像木樹還是 並非理想 唉 還是我剛才還是應該斷呢 嗯 9 8 7 虎上來他有可能會敲進去 4 3 2 可能還是要單裡喔 虎上來感覺他會敲進去 補一下 右邊吃的比想像中還要大 唉 9 8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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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下的有點小 阻度一下 這肯定不能讓他先手收啊 拐的話 怎麼打入啊 不過他場是一個先手 虎他一下吧 不曉得能不能利用他中間的保衛做點文章 然後這邊這個拐好像蠻大的 還是我要斷 這邊我要怎麼收回比較好 斷他的話 9 8 7 6 好像單拐應該可能好一點 斷的話他可能會打三路 打二路他不划算 壓縮他一下 就挖他一個 有 感覺有點齊 挖他一個是什麼東西 感覺有點齊 他如果要打的話 欸我斷完衝下去 感覺是不是有點齊啊 感覺是不是有點齊 先斷一個問看看 斷完打 再接 如果單衝下去他跳下來的話 我拐回來 感覺那樣子好像 9 8 7 6 5 4 3 打這個是不是初期了 打完衝完虎一個 搬打 這樣子好像可以 唉唷 是不是搞出一點名堂來了 我這顆子剛好發揮用處 因為他如果現在要提的話 衝完一虎 然後他搬下來 我剛好可以斷了 我這顆子發揮用處 哇 想像不到欸 這邊居然 還有這名堂 他可能也沒想到 哇他硬衝了 這樣子我走下來 一虎 接完搬的時候 我剛好可以斷了 多因為這顆子的幫忙 其實沒有這顆子也可以斷了 跟那個沒關係 這樣子變成說他裡面幾器 鋪一個 收器 鋪一個收器 他現在搬嘛 他去沾喔 我好像還可以先退一手 先來退一手 如果先點的話 先點也可以 但是我先退一手 就長氣吧 大家如果雙方都火他肯定不行 雙方都火他肯定不行 我先來先來退一個 先斷了 他也有可能會坐眼是不是 那我就立一下跟他 開一截 開一個截 加進去 加進去這樣子 他有這樣子下 9 8 7 6 5 4 3 2 立下 這樣子 就等於說雙方要 要開這個截了 截住還是 9 截住 截才少一點 那他等於要鋪進來了 這棋還沒那麼容易啊 這個棋還是得 看要怎麼打截才行 還沒那麼容易就說就可以贏了 這附近靠一靠 隨便靠一靠應該截才是蠻多的 5 4 3 2 1 叫吃 先刺一個 先刺一個 而且這個棋等於說我是 我是 基本上不虧啊 不過他剛剛半戰等於說他收到那個關子 那我就虧這個被他收到這個半戰的關子 其他的 其實等於 成本也不高了 成本不高 這附近等下可能靠一靠好了 順便問問他那邊是什麼印我的 但也得小心我自己中間在調啊 不能太造次啊 打這個是截才嗎 不然一個我死了是不是 8 7 6 5 4 3 好吧 喔不過我這邊如果被他全課了 我是木術還是不夠的 這附近我的截才應該還是比較多的啊 就往這邊做一下 不過我剛才拉回來這手機不知道會不會不解明喔 也許我應該直接把他點掉 也許我應該直接把他點掉 這個起大小而言明顯好像右邊大一點 9 8 7 6 5 4 3 2 1 好不要了 但是我剛靠一手機等於就虧了 這邊收拾一下吧 斷一個 喂這起該不會還不夠吧 哇塞這起還真不一定夠啊 5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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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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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剛才一直忘記他這邊要補的問題了 哎我剛才好像可以去殺他嗎 哎漏算了 我漏算了 但是現在先尖了再說這個尖太大了 哎我剛才漏算了我本來有機會去跳進去砍他嗎 哎這個拐也是大這個拐也是大 不過我這個還可以擠以後有一個斑沾斬斬先不下吧 這邊有個斑 吃這顆 吃這顆也蠻大的 吃這顆吧 沖這個有點有點東西嗎 他主要吃這顆應該是一個選手 哎他先去走這個 這我是跳還是 猴的話 會不會有跳進來的棋 還是跳一路吧看起來好像比較保險 哇還是細棋啊 哇這起我剛才消解消的太快了嗎 這邊有一個點 有一個點 這我好像得印一下 這我得印一下否則就算他貼完斑一下我都我都痛了不行 哇這個要被他逆收了 哇這個要被他逆收了 哇這我等一下得收氣啊 這我等一下得收氣那可不行啊 我得往這裡頂啊 哇 這個都被他多收到一下 斷我 斷我就吃 哇等一下我下錯了 我下錯了被接不歸了 我下錯了我完全下錯了吧 還是我看錯了其實沒有接不歸 我沒有接不歸我自己下自己 我自己下自己他他接他等一下收我就吃在這就好了我我瘋了 我瘋了我亂講他收了我直接吃在這就沒事了 喔一時看錯我被對方嚇到了 我真的被對方嚇死了 敲這個應該是最大的 被對方嚇死了 提那個好像還好 嚐一下 不過這起好像還是輸了是吧 消解消太快了 而且我靠一個還是虧了 哎 沒想到啊我都出了起居然還是輸 輸飛啊 這邊有一個被吃的問題 右邊都出出這麼大的 桶出這麼大的樓子居然還是 完全不夠 我真是瘋了 真是要瘋了 叫吃完點一個是不是 這樣他拐等於是先手 可能要硬團了 擋的話 點一下爬我可以擋住 硬團住啊 硬團住 硬團住 充一下 這個充掉 還有哪裏有關子 還有哪裏有關子 剪一下 藏這個是先手嗎 擠完一點 對了是先手 是先手 喔 還是我應該接在這 喔我應該接在這 還是可以點 不行吧 接在這 喔我剛才沒有去殺真的是瘋了沒看到那起 還沒有 藏掉 打進去賺嗎 打不能打進去 因為這邊 變成一個擋先手就跳進去了 啊這木樹 這一路斑瞻 現在應該可以下了 擠掉 這裡面應該沒什麼擠啊 好 下掉了 擠這邊應該是沒有棋了 擠這邊應該是沒有棋了 有棋也不管了 反正木不夠 然後 瞄擠 瞄擠一個 這我要虎嗎 虎看起來比較乾淨 虎看起來比較乾淨 那最後是對方投降了 因為 現在的木樹是 黑棋領先 1.5木 看來 其實 最後小關的時候還是一直都蠻細的 好 那等一下再跟大家稍微 複盤一下 好那最後簡單回顧一下剛才對局 那下面的這個曲線圖呢 這個藍綠色這條指的是黑棋的勝率 那黃色這條啊 指的是木叉 所以說 我們可以看到這盤棋在後面呢 確實一直都還是 保持比較細微的局面吧 然後 最後是白棋有幾個失誤讓黑棋最後又扭轉回來的機會 那從頭開始看 一開始在右上角定時當中的白棋這個場 少見一點 黑棋實在這個二路飛 算是比較AI的下法 那後續我就一直在想說 我什麼時候應該回去補 但是其實 像走到這邊的時候 AI就說 黑棋其實就可以來這邊夾了 那如果白棋去衝斷這個的話呢 實際上我好像說黑棋可以斷 不過 其實斷的話可能 不好 這邊AI是說要用壓的 壓完再壓出來 那白棋搬 那黑棋大概擋住吧 可能白棋就搬沾一下 防止黑棋這個搬下去的手段 那這樣子就變成說 黑棋腳上在補一手之後 那就變成 白棋要跑外面四顆 那黑棋也要這邊 走出來 那雙方就在這邊形成大戰吧 所以說這邊其實 沒補的情況下就可以夾進去 實在我後來那部貼應該是有點緩 那另外在這邊我虎上來的時候 他這個定時下錯了 這手棋還是應該提 這邊勝率掉下去一些 這提黑棋就叫持一下 這場間定時 那這邊AI還是說 黑棋應該夾進來 那這裡走 走到這邊的時候 實在我跑去貼了 勝率稍微掉一些些 不過看這個木數 差別是很小啦 所以說 應該也還好 反正就是 回貼算是一手棋 那他這邊 逼的變化 逼過來的話 白棋也是跑去衝斷了 所以這邊 不管說自己貼還是說白棋要衝斷 都是 不小的一手棋 變化跟剛才一樣 那在我貼的時候 這邊黑棋 這邊白棋 兩個紙應該說就蠻薄的了 那黑棋整體俱厚 所以這邊白棋 AI認為還是應該補一下的 回拆 是必須的一手 那後續呢 這邊 黑棋逼過去也是蠻大一手棋 所以 在他實戰逼過來 都往這邊逼 其實應該還可以 不過 絕一認為 這時候打路上面可能是更大 那 一開始 黑棋是打在邊心 那現在可能因為自己更厚 所以就打得更遠一點 打在這個位置了 所以 可能不滿足於簡簡單單打在邊心 也是打得更遠 那走到這邊的時候呢 像 他 左邊打路的時候 那我就後續就 後續我實戰肩在這裡 不過絕一認為我還是應該打路上邊 看來 打在這還是打在邊心不一定了 總之是要上面走的 確實也沒想到拖先的 想法 沒有沒有把拖先這個想法 放在腦子裡 確實 這時候拖先反而是一個 蠻不錯的選擇 因為 像我實戰走在這的話 會被他棄子 像我實戰就說他有可能往這邊飛去做棄子 反而比較輕鬆 那絕一 棄子的變化給的是這個大飛 更更 飛更大 下面張更大 那黑棋要吃這個顯然有點小 那 這邊後續他跳一個 跳一個 那 還是 還是後續要把這顆子給吃掉 這顆子 不是很確定用意啦 然後 波上這邊搬進來了 這樣子 這個攻殺不怕 我看了我都有點害怕 這個 白棋 如果直接打完煎 收氣包是怎樣 看起來是有點可怕的一些變化 總之呢 這邊我直接 立刻去煎 被他棄子可能他會比較舒服 如果像絕一這邊給的變化的話 那反而就是說 我就先不下 那你如果這邊要棄子就變成比較無聊了 你現在再棄 那我吃得很愉快 因為我下面沒有這邊多花一手棄 就不會那麼重複 或者靠出吧 總之這樣子棄子的話 白棋 肯定不行 所以說 他的變化是白棋再打一個 多點打入 那 這邊黑棋在這時候再跑出來 這樣子的話 這一顆子反正這邊還有一些活動力 看起來是很亂的一個 戰鬥 哇雙方各下各的 就變成一個有點轉換的感覺 然後這邊 其實也沒有轉換啦 黑棋這邊都還是很有活動力的棋 白棋不一定 好走 這樣子就是蠻亂的 所以說先也不一定說這種棋就是脫離戰場 以前的觀念得改一改 總覺得這邊被他打入我們就一定得趕領在這邊因應 但是其實真的不一定 我們可以脫先的也是很好的思路 所以像他這邊跳的話有點 有點笨重了 可能應該像剛才所說的棋子 這邊後續這一手壓呢 應該說是整個後續有點苦戰的一個導火線 這邊決議認為應該接住 那當然也不能說壓那手起不好 主要是我後續下的有問題 那當然接的話很明顯是很簡明的變化 那這對我來說 應該看起來也覺得比較舒服吧 就是 騎蠻厚的然後 戰鬥起來不怕 那木樹木樹也不差 這樣子感覺這種局面我比較喜歡 實在壓過去有一些亂 那在這邊長的時候我沒下好 這邊我可能應該長 但是他後續的變化 不是看很懂 長的話被他拐的話呢 那這邊他是先出頭再說 不過這邊被拐進去的時候白棋這一擠 我實在就是想說 如果我把他拐進去但是這邊被擠的話 我好像不是很好下 要主度感覺 跟他比戲的話 氣好像會輸 但是這邊 決議就是自己做活了 他就是自己做活了 那這邊白棋度過 那黑棋後續可能拖一拖去 把自己這邊做活吧 但是 這樣子就變成說 好像 恩 好像沒有什麼所得 我就覺得好像 不是很舒服的感覺 實在貼出來 至少還能說服自己說這邊貼一排完下來 他這邊我們可以取得戰果 但是中間被頭 頭被扳還是不舒服啦 決議認為這個頭啊 還是凝死不能驅啊 還是要藏出去 那後續這邊看起來還好勝率在處於一個 雖然說勝率相對低但是木術也都有咬住 差距差距並不大 這時候這邊那些棋都還算正常 那這邊這個棋在他逼住的時候我實在這個跳過應該是個壞棋 木術 木術虧了一些 這邊跳過明顯是很小嘛 我如果一樣要加強自己 那當然是衝中間啊對不對 衝中間趕快一提 那等於是已經火了 因為 白衣這個沒沾上 那等於已經火了 所以說 這麼一加強自己的話 那明顯讓自己這邊厚多啦 那將來這邊 哇這邊感覺他就有許多味道 他如果不補一手 感覺是有一些文章 那也許他 在下面的戰鬥也許結果就不不一定一樣了 那當時我可能還有點想說這個棋有點臭他作演 我本來可能還有點想要攻這邊啦 但是 其實應該是有點想多 他下面先手一眼的情況下 他其實 蠻厚的這棋 所以這個虧了 而且這邊 還有一些尖段的棋 這尖完再搬出來 還是沒有完全連上啊 還是有問題啊 那在下面的戰鬥當中呢 這邊 這手棋 他跳的時候我應該實戰可能 可能斷是會好一點是不是 不過他給的勝率是 我下了這手棋勝率比較高 而且目數也比較好 所以 也許這手棋還可以啦 決議給了變化看一下 他的變化我覺得好像 黑棋並不是很好 我這邊打完沾到沾的話 後續這邊有衝出啦 感覺黑棋已經爛掉了 他給的變化好像黑棋已經 潰爛了但是 挖嗎 挖一邊打 看起來也是潰爛了 喔是在打這邊 不行啊 這沒好像看起來不太好 看起來好像潰爛掉了 所以 也許我實在拐完飛好像還行 但最後呢 他那邊還是把我衝下去了 這個 還是不好 還是虧了 喔所以下面是戰鬥可能注定是不太好 但是這邊我可能還是應該斷了 斷的話 我下面但是我們中間跳過來這邊有一些收穫 那下面這塊到底不會死 那追究一下保衛他4顆不敢要 那再來 加強 這邊終歸還是要衝一手 那我剛才這手等於是 跟沒用一樣 一手爛棋 對 所以 這邊吃下面比較小了 那走到這邊 看這個木叉 木叉來到八木起了 所以 所以說就是 木數比較不夠 那 接下來是在右邊這邊啊 這邊已經木叉來到九木 這一手挖的時候 白棋這個 實戰擋住 不解明了 這邊 不能說不解明已經出棋了 這邊斷後續就出棋 他還是應該退 退的話 那黑棋藏一下之後 追究一下這邊 不過這棋盤就已經很小了 感覺 不太有空間再去扭轉回這 八九木的木叉 應該是不夠了 比較不夠一點 那這邊我雖然說初期了但是 我還是應該這時候點進去啊 那這邊 公叉結果的話 最差也有個雙火吧 這邊後續收一收 最差最差也有個雙火 那雙火我當然還是賺多啦 不會像他後面這個包的割掉 這樣子我就算雙火肯定也是贏多 所以說 這邊大家會 最後變成一個打結 也是實在是沒必要 那這一手夾進來的時候 決議認為我應該接 那接的話 接他度過我做眼做火 那我那時候怕的是說他會去狙擊我這一塊起 呃事實上確實也是沒錯但是 這後續爬完斷後面才可以斷這個 所以我那時候覺得說 那我倒不如立下呢跟你打打一個結 但是 嗯 那樣子反而好像也不是很好 但是接他也不一定會直接度過我覺得他還是會先來 搞一下這個什麼的 他是不是還是會搞一下這個 感覺這樣也很麻煩 對啊 所以那時候想說立下接上感覺 可能都還是有個結逃不掉那還不如 就立下吧 還是這樣還不如就立下吧那這樣子 至少這個腳上是厚的那外面感覺還是比較好 不過呢這樣子下看到這個木叉和勝率還是處在低谷啊 所以看得出來這一手棋還是 前面這個沒點進去差太多了 這個打結雖然說接近關花結但是呢 沒打贏這木術還是不行的 那他的節彩確實還是比較多的 那這一手棋我實在就想說是不是消掉有點可惜 但是這時候決議認為我的消是沒錯的 他這邊從七木回升到兩木 所以說差不多還是賺了 差不多還是賺個五木 但後續我這手段呢決議認為我有問題 我這個應該用頂的 我那時候沒有 沒有注意到他是整條大龍的問題 那我斷我實在的斷確實也是 無意中補好自己 因為我這時候如果立刻去殺的話應該也不行 因為 他光是這邊亂蹭我就肯定殺不住他這塊棋了 所以說 這局部應該他是 做不出兩隻眼腦我看一下 這個棋的話 他如果 我頂上去他如果提的話藏一下 一破眼 或者是 破眼在這裡他大概就死掉 那他這邊如果說先虎一個在 提的話還是一樣打進來 對他這邊是做不出兩隻眼但是我立刻去殺是不行所以 這邊決議認為我應該頂用頂的 用頂的他不敢再補 他再補後我一殺進去他這邊搞不出名堂了所以他不行 那頂的話他這邊變化是白棋衝一下之後回去補 那 我這邊就可以整個拉回去了 那這樣子當然跟實戰相比差別太大了 實際上我是跑去斷了因為我沒有注意到那邊的死活問題 那這邊再把他 連住 雖然說是中間多了一些潛力但是他這邊也是圍得很飽滿的所以 等於不好 他這邊還是 還是補助了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局面的差距就已經非常細微了 現在是在兩木 那麼搶到這個 後續的話 那他比較關鍵的一些失誤在什麼地方呢 就在下面這裡 走到這邊本來我們的木又逐漸掉下去 現在來到5.5木但是他這時候 這時候斷後 斷後擠上來 他這個擠上來出現了明顯的失誤 這手斷這手斷怎麼也降木術了呢 這手斷應該還好這手斷應該還好 這手斷應該沒有降木術但是重點是後續他這時候擠啊 被我點完沾住這個明顯降木術因為 他可能也看錯了以為有什麼接不歸但是他 團的時候我其實接住就好裡面他是不入器的東西 他這邊是應該要靠住啊 靠住啊我打一下然後再衝一下這個跟實戰相比哇這個差了 差了 差了這螢幕半應該有吧 這黑起來沾不上哇那是差了三木齊 差了三木齊對差了三木齊那這差差多了 差差多了所以 實戰車被我接上完之後就變成 非常非常細了 那 後續呢 後續又在什麼地方看一下 後續又在這裡 在 我最後去追究一下他中間這邊的沖完沾住 沖完沾住之後呢他這個自己做回去這首起虧了 虧了一點點 虧了一點點但是就足以讓整個勝負 就顛倒過來 好像他這邊 不過這邊他如果說沒有 沒有去 沒有虎而是沾住的話好像也是黑騎稍好一點點的樣子 那所以 這邊本來就走到這裡本來就已經非常細了 那但是還是這個接要好一點 接的話不會讓黑騎後續還有摳吃的問題 當然是好一點 所以 這邊這個擠應該還是最主要的 不然本來他還好個三四木 四五木的樣子 那 一擠完了變非常細了 然後面這邊 又燒虧一點點 那就 那就 比較不行了 走的話後面 後面好像一直都是黑騎稍好一些的 這樣一個一個局面 好吧 好吧那這盤起跟大家看到這邊就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